民国75年一场发生于花莲外海 瑞士规模6.8的地震 不仅影响了邻近正央的花莲 连遥远的台北盆地也发生严重灾损 造成多栋房屋倒塌 人员伤亡惨重 这起地震促成了气象局地震侧暴中心的成立 以及地震预警技术的发展 对这预警的概念 就是趁着迫害力较大的X波到达前 预先发出警报 如果当年花莲地震时就有地震预警 X波从正央传到台北盆地 大约需要35秒 以气象局技术能争取20秒的反应时间 哇 怎么那么厉害 有了预警系统就能一生平安了吧 哇 可不是这么说的 地震预警可不是地震预测 依现阶段的技术来说 只能尽量缩短地震发生 到发出警报的测报时间 那又怎么让系统反应得更快呢 地震预警主要是利用气象局建制的高密度观测网 在地震发生后 根据静阵阳测站所记录的批波 算出地震参数 像是发震时间 位置 地震深度 日式规模等资讯 再根据地震参数 预估各地方摇晃重度 最后将警报传给预估遭受剧烈摇晃的地区 目前我国镇执行都会区强震预警警计划 以扩建警下地震观测站为主 增加观测网密度 同时透过优化内部资讯处理架构 改善演算法等方式 计划在四年内逐步升级地震预警技术 期望测报时间能从10秒缩短至7秒 以客制化的方式建制地震预警系统 能为靠近镇央的使用者与民众 提供更快的强震警报 以及早做好避难准备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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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比7秒更快 争取更多避难时间 No 一味的强快 势必会提升地震预警的不确定性 当地震规模达5.0以上 预估震度达4级以上 才会利用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系统 PWS发布手机预警讯息 既然是预估值 就会存在误差 加上台湾地质环境复杂 震颇传递到侧站的过程 仍存在许多变因 警报本身也存在一定的误差 根据国际标准 预估震度与实际震度 相差一级 都算是可接受的范围 但是追求准确的阵度预估 仍然是中央气象局努力的目标 合理缩短预警时间 让大家越快知道地震资讯 甚至在震波来袭前获得警报 就能及时应变 紧急避难 当各单位接收到气象局传出的地震资讯 高铁 台铁 捷运会开始降速 工厂生产线及时停机 电梯自动停在安全楼层并开门 瓦斯管线自动关闭 核电厂启动安全机制 即使在手术当下 医院警铃也会响起 提醒医护人员暂停手术 这些方式都能更完善地保护你我安全 总而言之 地震预警技术的优化 能替我们争取更多反应时间 守护宝贵生命 啊 地震要来了 MOS别紧张 我们还有时间 快进行趴下掩护 稳住的避难原则 才是保护自己的上上策啊